我真的不是想用一些 爽動的文字來當clickbait 騙你來看我的影片 因為今天這個題目 我嚇得就 我今天要給你看這種假髮的由來 讓你瞠目結舌 其實事實上 這種假髮我們更熟悉的形狀 大概是這個樣子 歐洲曾經流行過戴這種 你看到那種音樂家 摩扎特阿巴哈什麼的 好像他們都有這種髮型 或其實都應該說這是假髮 這其實不是真髮 而且重點是 其實我以前也都還不知道 它上面是有灑粉的 所以這種經過灑了粉的這種假髮 到底它流行的原因是什麼呢 好 我們來讓你瞠目結舌 來吧 我們來讀一下這文字描述什麼 所以 它的名稱叫做Powdered Wigs Wig就假髮 Wig Wig 假髮 Wig 那前面加一個Powder Powder的意思就是粉 OK 那加個ED 就表示它被灑了粉在上面 被磨了粉在上面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Powdered Wigs 所以它是從這個17世紀的中期開始 也就是16世紀紀年 Powdered Wigs Emerged in the mid-17th century France 所以是法國 OK When King Louis 十三世 我對這個數字念法永遠不熟 我只知道X是10 那後面加個3 是不是就是 往那邊發展是13 我如果講錯了 不要怪我 但總之就是路易 路易幾世這樣子 先跳過這邊好了 So began wearing one to conceal his receding hairline 所以路易王 他開始帶這個weak 來幹嘛呢 來藏起來他的這個漸漸往後退的髮線 OK 所以conceal這個字就是把東西藏起來 conceal recede就是倒退 OK 所以這裡把這個字也打一下 recede 像我們講說經濟不景氣 叫recession 就是這個字的名詞 OK receding hairline 就是簡單說髮線結結敗退 跟Lebron James一樣這樣子 conceal這個字我還想再補一下一個東西 conceal 像美國有些地方是可以帶槍的 可是你不可以拿著槍在街上走 那看起來太聳動了 所以你是可以把它藏在腰間 用你的這個衣服遮起來之類的 所以他們就會用conceal這個字在描述這樣的行為 所以你的槍又把它conceal起來 好anyway不是重點 後來這邊 所以他是17歲很不幸就開始這個髮線敗退 所以鬥點後which began at the tender age of 17 那後來呢這個weak就變成了這個身份地位的象徵 so weeks soon became a status symbol Status就是你的這個社會狀態Social status 所以他是Social status的一個symbol的象徵 and were worn by the so-called elites of European society 所以就被這個所謂的俗稱的這個精英們這樣子 所以這個so-called就是所謂的這樣子 Elite就是精英 像我以前就有在那個精英補習班 精英美日語教書他們的學校的英文名字就叫做Elite 好然後再不是重點這個不夠沉默結舌 你一個國王開始戴大家都開始戴這聽起來很沒了不起對不對 好但是接下來往下看 Early weeks were made from horse or goat hair 所以說馬或者山羊的毛髮來做成的 and since they were never properly washed they would smell awful and often attract the company of lice 所以通常沒有好好的洗乾淨過 所以這個馬的啦或者羊的毛沒有洗乾淨 所以聞起來很臭 they would smell awful 通常會吸引lice 就頭濕啊 所以戴這個wick還會長獅子 哇靠 to combat this 所以為了去這個來跟這個東西做抗爭做抗鬥 they would powder the wigs with a mixture of finely ground starch and scented lavender or orange 好所以為了要克制這一點 他們就來就在上面撒粉了簡單的說 就或許說我不知道頭上如果撒那個廢子粉 會不會能夠把頭絲給燜死也不一定 所以他們就powder the wigs用什麼東西呢 用 finely ground starch 所以這個finely ground就是grind這個字的過去分詞 我們其實常講 打一下給你看 所以grind是研磨 他的過去是過去分詞 就是變形 所以他是個不規則的變化 ground 當然ground這個字也是另外一個字的現在式 就是被禁足之類的 好這個我們就不再重複講了 好所以他們就來用這個磨得很細的starch starch這個字就是我們講說那種 像勾芡粉或之類的 太白粉我們叫starch 所以其實澱粉也就是starch 說實在的 好以及就要香味的這個lavender lavender就是那個叫什麼 薰衣草啦或者橘子啊或之類的 好所以總之這些東西被他研磨掉了 然後加了這個香味進去 好然後這個powdered wigs was popular for two centuries 所以他夯了兩個世紀 its longevity was in part fueled by the outbreak of syphilis 所以這就是沉默結色的部分要來了 那為什麼能夠流行這麼久 因為下面這個原因 所以這個 longevity就是要長壽 所以這個東西之所以能夠長壽的流行那麼久 longevity 所以一部分 was in part fueled by the outbreak of syphilis 這syphilis我如果沒記錯是那個 梅毒啊ok就病 那個性病梅毒這樣子 所以他的爆發 the outbreak of syphilis starting in the 16th century 而這個事實上是16世紀就開始 the sexual transmitted disease 所以性病有時候叫std 那他就是sexual transmitted disease 這三個字的開頭這樣子 所以這個std had ravaged Europe 所以這個總之就是把整個歐洲都這個践踏了一遍 and remained one of the continent's largest public health burdens until the 19th century 所以他一直保持就是這個歐洲大陸最大的一個公共健康問題 直到了19世紀 是不是那時候發明了什麼東西才能夠治這個梅毒這樣子 那這個跟假法有什麼關係 so syphilis caused a surge in weak making 所以他造成了這個做假法的這個這個總之就是蓬勃發展 because its symptoms included boldness 差點講成bold 然後這兩個發音不一樣喔 我講錯的是bold bold是b-o-l-d 你就想像看這個老年啊 老人叫old 加個b在前面bold 所以bold是大膽或之類的 那他造成的是boldness bold 那是禿頭 ok 所以syphilis的一個症狀就是boldness 會禿頭 and bloody head sores 以及會頭上會癢 會sore 總之會癢會讓人要抓或之類的 然後就會血淋淋的 so bloody head sores 所以powdered wigs became popular because not only did they visually conceal the ailments but the powder helped mask the bad smells stemming from the sores 你看 所以你戴這個假法 不只可以把你的這個病針給藏起來 蓋起來 而且這個powder的香味還能夠讓你的那個 他剛說他會有那個sore 對不對 這我都知道中文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總之他可能就會有那個lesion或之類的還是什麼的 好 那你這些破的地方會臭啊或什麼的 那這個香味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so the trend of wearing wigs started to die out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Brits gave it all up when attacks was levied on hair powder in 1795 所以到了這個法國革命的時候 帶Wigs這個傳統才慢慢就沒有了 好 那英國呢在為了他加稅之後 那這個東西就完全沒有人在 反正就放棄了就是了啦 所以這是在1795年的時候 還是16世紀啊對不起是18世紀 1795年的時候 所以到這時候就沒有了 好 你覺得這故事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覺得真的非常有趣 所以這個圖的這個畫的 倒是並不是很像我們的認知 因為這個圖可能畫的比較浮誇一點點 所以我們對於powder week的這個熟悉 應該還是從這些照片大概看的比較出來 好 所以沒想到他有這麼樣的一個荒唐的歷史 你覺得有不有趣呢 好啦 anyway我是Paul 好我們下次見